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评件 世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经文评述 有点难道我是颜颜 自由高赵我是秋姐 天马星空我是文杰 是今天来到了星期四 3月23号 最近有一篇文章很火 这个很火就是因为北京都是雾霾嘛 然后所有人呢都想逃离北京 去哪呢想去印度 为什么想去印度呢 不过印度还是真的还是蛮神奇的 包括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也发生在印度 对那印度呢有一位男生呢 他身高只有58公分 那而这名男生呢 其实已经21岁了 然后他体重全权只有6.8公斤 那在那当地呢 他是被视为这个神明转世的 所以每个人都找他来去膜拜 然后呢印度这里的一个男生呢 他其实他名字叫做 曼普里特辛赫 辛赫对就是manbrick sign 那他21岁了 所以他其实是类似有一些猪肉症的症状 所以呢导致他有这个58公分的身高 还有6.8公斤的体型 是被认为是全球最矮小的一个成年男子之一 对啊他是患了这个猪肉症 但是这个患了猪肉症 他为什么当地人把他当为神来膜拜呢 嗯 我相信就是因为在印度嘛 印度他其实是一个很相信神明的一个国家 那呃我记得在印度呢 还有就是呃这个女孩子 然后也是呃怪怪的 主要好像是不知道是长了什么病啊那样啊什么的 也是被当做是神拜 所以只要你长得稍微有点特别一点 如果你好命一点的话 你就会被当神拜 如果你不好命一点的话呢 可能你就是会被歧视了 嗯 嗯嗯看来还真是这样子哈 所以呢其实在印度呃出生的孩子呢不用害怕 然后如果说父母能够很好的去发掘他的这方面的优点的话 还能够让他很好的呃很好的过他的生活的 嗯呃另外大家也挺也需要注意了 就是呢呃美国和英国的这个航班的电子 产品的禁令啊已经下来了 那么我们如果想做美国和英国的航班的话 就需要了解这些禁令都是些什么 嗯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禁止携带登机的装置 那英国就表示说将会禁止从这些国家直飞英国的乘客 携带任何比一般行动电话或者是智能手机还要大的电话 笔记型电脑啊或者是平板电脑来进入机舱 那英国呢他自己也是有规定这些禁令呢 是用于这个长宽尺寸超过16和9.3公分 或者是厚度1点公分以上的电子产品 就包括Kinder等部分的这些电子阅读器 所以我相信这个laptop应该是不能带上去的吧 那有哪些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呢 主要呢受到影响的就是约旦皇家航空 埃及亚航空 土耳其航空 沙务地阿拉伯航空 科威特航空 摩洛哥皇家航空 卡达航空 还有这个 Emirates和阿迪哈德航空等等的这9家公司 那受到英国禁令影响的航空呢 则是有英国航空 伊杰航空 杰德俄航空 君主航空 汤马斯克航空 还有汤姆森航空 6家公司 对 那受影响的国家呢 就包括了埃及 土耳其 科威特 沙地阿拉伯 约旦 摩洛哥 卡达和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 主要都是这个穆斯林国家 诶 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 一样嘛 这个美国禁令嘛 之前是都是禁令这些美国的 禁令这些穆斯林国家进入嘛 现在是直接 另外一种方法了 就是禁止 就是电子产品 是 电子电子产品 也许他会认为 就是也许这些国家 他容易出现这种 容易出现这种极端分子 然后呢 他们就利用大的 比我们智能手机大一点的 这样子的一些电子产品呢 容易产生爆炸 所以呢 也会给航空的 这个飞行造成危险 也许他的考量是 这个样子的 那么 另外的 他还有实施的时间 我们需要知道一下实施的时间了 就是美国21日凌晨30正式通知 受影响了航空公司 并给予96个小时通知 搭机 搭机的旅客 那么官员呢 无法提出禁令 结束的时间了 另外在英国这方面呢 英国在这方面是21日宣布禁令立即生效了 也未提出禁令结束的时间 这只是禁令哈 但是没有提出他的结束的时间 另外我想还有一个事情 也需要知道一点 那就是禁令适用于笔记 笔记型电脑而非首先的理由是什么 主要呢 其实原因并不知道 主要是因为他说了嘛 因为这个禁令呢 跟阿拉伯半岛的盖达组织 构成的这个威胁有关的 而且呢 这个他就有说这些恐怖组织呢 现在正在寻求一种新的方式 去发动攻击 所以呢 对飞机发动攻击 所以呢 主要就是进这些电脑啊 这些比较大型的电子产品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 这些恐怖分子很有可能 就是会利用这些电子产品呢 来对飞机就是一个原程爆炸这样子吧 控制那个爆炸物这样子 就变成了那个手笔记电脑 可能会是一个爆炸的装置吗 很有可能 对 其实手机也完全可以利用的 因为它们都智能的 都smart了 对吧 可能它里面装了一个小型的爆炸物 它没办法进你手机吧 对啊 但是手机跟那个 就是我们说比手机更大一点的东西 iPad啊或什么的 它们都是智能型的 智能型的你要远程操控各方面 其实手机也是完全可以的 有这样子的一些功能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性能是专门说 三星经常 三星的那个手机经常 经常就爆炸 我以为是因为这事了 没想到是因为那事 让人傻傻的分不清 是啊 其实我觉得它只要进那个三星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法国 法国没想到我们感觉欧洲它都是特别特别民主的国家 但是没想到其实法国也有一些 和我们正常国家发生的一样子的事情 就是法国的内长 他辞职了 原因是什么 那其实是呢 据这个法国中的候选人的费用啊 因为雇佣他妻儿出任这个公职 那所以遭到这个司法部 这个司法部立案的调查后 内政部长这个叫做勒鲁义就被切罚了 聘用着两名未成年女儿成为这个国会助女呢 被国家金融检查局调查 那还向这个总统欧特朗就提出了辞职 根据这个法国电视节目 那就是奥迪迪恩报导啦 那其实那个现在51岁的社会党的乐鲁呢 在2009至2016年呢 担任这个议员期间呢 其实就签了这个24份短期的合约行事 那聘用了两名 当时只有15岁还有16岁女儿就成为一个助手啊 那是涉及了5万5千澳元的 就是马币总值26万2千零几 2千零几七百对 是不是我看到这两个女儿 虽然任公职年龄太小了 然后也任公职 任公职还吃空想 就是免费给他们发工资 每个月给的发工资是吃空想的意思吗 嗯就是打薪水没有工作 而且我们年龄也太小了 是不符合那一个呃 呃��,呃�呃�员工工作吧 嗯嗯 这个必须要调查一下 这ID是什么一回事情 所以他们在这个聘用过程是否合法呢 那其中一名女儿呢 其实在2013年 曾经在一间比利时化妆公司呢 担任过实习生的 那又参加过一些预科班课程啊 或者是驻守合约的 一些合约期重叠 所以被质疑哦 她的工作是否是失职工作呢 还是白智人工 所以是曾经被怀疑过 其实她们是不是有 就是重叠性的一些工作啊 合约等等的 反正是就是 她设她的两个小女儿 然后吃空想 然后这件事情 然后需要接受调查的 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 也应该接受调查的 在这个 我们也想去宇宙调查一下 就是也想去火星上去看看 那么现在呢 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说了 他说就是要上火星 对啊 那他就是把探索火星呢 列为NASA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这个法案呢 也是在大选期间 曾经挑战特朗普的两名竞争对手 共和党党员 卢比奥还有克鲁兹等 这些人发起的 那这个法案对于火星的探索 列为NASA今后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为的呢 就是要加强美国在太空的飞行 和探索能力 所以呢 这个法案呢 将会授权在2017年10月1号开始的新财年 向太空项目投入195亿美元的资金 那特朗普呢 在三个星期已经向国会提出了2017年的财政预刷案 并且呢 会对太空拨款呢 190亿美元 嗯 其实换成我是川普的话 我也想上火星 原因是什么 其实男企业家呢 他们就是男老板 他们内心呢 他一是他要以利益为主 要做生意 要以赚钱为主 然后同时呢 他们也要这个游刃有余 内外兼施的去处理他的管理上的事物 另外一个方面 一般的男性的这个老板呢 他都比较喜欢一种冒险型的活动 你包括登山 去星巴拉雅山去登山去 然后要去冲浪去 要去玩极限 然后包括极限 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电影 那些极限里的活动 其实很多的 就男性有钱的这样子的一些 人 他们都喜欢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性的活动 那么上火星其实更加冒险了 所以呢 其实川普呢也在某些方面他有这些特质 所以他也想去火星去看看 去了解一下 去冒险一下 满足他内心澎湃的这种男人气感 是啊 不过其实之前呢 就有出了一部电影嘛 叫Hidden Figures的 就是讲说三名黑人 黑人女性在这个NASA里面工作 那从那个故事 是整人真实 真实故事嘛 从那个故事也大概知道 其实从以前开始呢 在美国还没有成为第一个上月球的那个国家之前呢 就美国跟俄罗斯一直在竞争 谁会先升上太空 所以呢 我在想说 这个会不会也是 这个美国呢 争取第一个 要把人送上火星的国家 所以呢 他也有竞争心理 包括男性他也有竞争心理 他认为另外的一个有钱的 有权利的男性比他要做得好 那么他也想在某一些方面要比他做得好 所以他呢 他就努力的 然后上到火星 比俄罗斯要做得好 比普京做得好应该 我们再看一下 最近突发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个消息 就是男子呢 涉嫌 做了极端性的行为 然后袭击 或袭在英国国会外面进行袭击了 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是这个 英国伦敦呢 就一辆汽车就撞击了国会大门 结果撞伤了很多个徒人 然后还试图要闯入国会 那现场也传出了枪声 就是有外国传媒就有报道说 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了 也就是说 现场不只是有一位凶手吧 如果是一这么起的话 那国会下议院呢 是马上就是暂停会议 警方也分说了 现场目击者说呢 有看到三个人呢 是倒窝在地上的 包括施洗者 以及一名受伤的警员 在现场是接受急救 至少有12个人受伤 那据我所知 好像有四个人 好像是死亡了 所以这也是昨天晚上 突发的一个状况 具体的呢 现在英国警方 已经把它设为恐怖袭击了 那么另外的 稍后的一些信息呢 还会陆续的给出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